应该是那个CHAR10跟CHAR13 它有两个字元 是你看不到的 换行的符号在后面 那因为你复制记事本里面的东西 它后面的东西也会跟着复制贴过去 OK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换行 我想等一下各位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在底下呢 加入一个什么 加入一个combo box combo box在哪里应该知道 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油标放上去也会跳出来 combo box 那把这个combo box拖拉过来 大小的话我想各位设定 那再加上一个按钮 再来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名称请你稍微修改一下 这一个combo box的名称 其他不用改了 你只要改个name name的部分的话呢 把它改成cb 因为我程式撰写的时候呢 我有用到这个名称 那button的部分的话呢 我是用的是哪一个名称 这个地方我用b01 所以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又会用到这个button的时候呢 请你把这个button的名称也修改一下 否则的话你参考我的程式码 这个名称呢 如果不对呢 也会有bug出来 ok 所以这两个地方稍微参考一下 那我看一下 这地方 我这个画面好像没有说明到 所以有两个地方要修改一下 这个的cb 这个是b01 ok 好那做好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你们的程式码部分 也稍微做个修改 稍微做个修改 那判断的部分呢 这个地方input box 就可以把它拿掉 这个地方就不用了 对不对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判断 也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b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就改成cb 点 text 如果呢 里面的文字的话 是等于什么 等于 假如它是等于由大到小 我们用第一个来判断 要特别注意这个 文字的部分 要完全match 完全match 里面的这个这个资料 否则的话呢 会产生错误 那这个e 我看看是不是程式码里面 有没有这个e啊 由大到小 没有那个e 所以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判断 如果是由大到小的话 那就执行这一个 反之的话就执行另外一个 那另外在那个 phone 表单上面 记得在表单的 空白数点两下 那这边会跳出什么呢 跳出 应该预设是click 预设是点两下 那请你把这个事件 改成这个initial 当他初始化的时候呢 请你要增加什么呢 在这个combo box里面的增加两个项目 add item add item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的话呢 你的combo box里面呢 就不会有东西了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个表单呢 我在这边按一个执行 那这个表单就跳出来了 就直接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由 现在是由大到小 现在把它改成由小到大 ok 跑一下按确定 诶 有没有 自动就调了 然后由大到小 按确定 诶 又自动调了 ok 所以你可以 有很多的选项 那当然呢 将来呢 如果你的工作表排列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组合的话 你就可以给一个期单 看你要怎么看 通通随心所欲的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一下 这个地方 第一个请注意一下 用表单里面来做 好吧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